希戒水球 很高興在之前的生活妙用影片中幫到大家 所以今天就繼續推出4加1個生活妙用法 買回來的新鞋、皮和布都比較硬 就算買到尺寸也好 剛剛開始穿那幾天 總是會刮到腳起水泡 甚至乎脫皮 所以我們可以在穿之前 用一些凡屍林或者蠟粥的蠟塊 塗在會刮腳的地方 女生的鞋可能塗的地方會更多 塗完之後再按大約1分鐘左右 眼前兩隻鞋,一隻就有塗到一隻就沒有塗 已經感覺到分別了 塗了那個是再軟一點 再靜置放在這裡一日 就可以很有效地加快物料變軟的速度 摩擦力降低之後也會令腳更加容易穿進去 而且還加強了防水性 簡直就是一舉三得 剪刀用久了 多少都有些膠的織粒黏著在上面 用刷膠就可以刷掉了 其實剪刀的刀鋒也挺利的 所以大家刷的時候要小心 而且刷的時候最好是由刀片截刀鋒的方向刷 這樣就不會刮到一塊塊的刷膠 用完的保鮮紙或石紙的紙盒 裡面也有刀片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刀片來做一些裁切的工具 例如可以剪出一小塊來做一個很簡單的膠紙刀 用膠紙把膠紙刀的旁邊捲起 讓它可以貼在膠紙上面 然後就可以用來割膠紙了 割完之後 膠紙刀就可以直接貼在膠紙頭上面 以後也不用怕我找不到膠紙頭在哪個位置 大家有沒有時間在紙巾盒裡 拔紙巾的時候 下一張就沒有拔出來 就掉進入裡面 嘩 看得真是令人好猛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打開紙巾盒的旁邊 然後找一個給紙巾盒小一點的紙盒 我用的是一個已經喝完的咖啡紙盒 就佔在一堆紙巾下面 紙巾就不會因為數量太少而弄得不理下一張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招呢 希望今次一樣都幫到大家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再見 眼前的牙膏 難道已經用了嗎 我不相信 我想要還有的 好 首先我就按住飲館的頭 再把飲館塞進去 再吹氣 然後 山蓋 拔著尾 拔 你看 還有的 這叫什麼 斬草除根 最後一滴血都不放過 哈哈